我們六點半就靠岸了 所以我們問了服務人員 這麼早哪裡可以去 他推薦我們到國際通 有一個24小時的百貨 坐計程車到這裡要830日圓 現在的時間太早 街道上沒什麼人 店家也都沒有開 店家也都沒有開 只有這家24小時的店開著 早餐店 後來我們找到這家網路上很推的早餐店 真的很誇張 排隊排很長 立香看到排隊的美食他一定要吃 所以由他來排隊我到附近去看看 就在早餐店的旁邊 剛牽過來的那巴士 第一木製公社市場 聽說這裡面的海鮮都很棒 市場跟早餐店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如果您是開車的可以在這邊停喔 逛了一下怎麼好像還沒有進展 還在對面的街排隊 所以我決定自己再去逛逛 日本的店家阿姨都非常客氣 有幾家比較早的 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由於排太久了 立香決定 也來第一木製公社市場逛逛 市場要8點以後才有營業 現在只能看到零星的集灘 這邊可以 到樓上去 辦客料理 一個人是500塊 可以煮各樣東西 代客料理費每人收500日圓 看到這麼多的生萌海鮮 中午一定要來的啦 排了快一個小時 總算到了門口 希望排到的美食不要讓我失望 只不過是飯糰而已 只不過是飯糰而已 有必要排那麼久嗎 哇 總算排到了 跟他喝他的飲料看 修正宮也被連放 看跟台灣也不一樣 看跟台灣也不一樣 他這個我們就要放進去 這是糖 看要不要加糖 我們來看看長得怎麼樣 拿這個也可以拍 這一定要這樣拍的 哇好香喔 可以聞到味道 這個是豆腐的沒關係 這是要為了拍照的 另外一個蝦 那你說皮膚這樣不要吃 對 他不要吃 對啊 這最有名的 豆腐的 好走 真的值得排一個小時 天氣轉好 所以我們決定到首里程 在國際通直街燃的計程車 直奔首里程 這一趟我們花了830日圓 這是古琉球王國的古城 首里程 以列 世界遺產 在這裡可以租衣服 拍照 留個紀念 這邊是首里程 大門 錄口部 禮物 人家 真的是 是 有種製造的 是 出現的 就是 有種製造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 下禮拜三點 咖啡 一會兒 半分子 較為 半分子 放在這裏 他们还刚下班 哎呀,往前走 进去里面,要另外收门票 立香在这里跟你解说 你们有看过甄嬛帐,大臣就在这边上朝,国王在这里 然后里面会有国王的宝座在里面 要进去参观,要从这边,这边拖鞋子,然后走走走 拖鞋子他会给你带子装鞋子 对啊,他有带子装鞋子,然后再走走,走里面一直参观 前面那有三个牌子一定要看哦 然后再到前面出来的,里面再去参观 里面有他们的皇宫 收立城这边有一个展望台 可以从最高点往下看 看到整个那巴士 走得很热,决定来玩冰 当然是冲绳特产黑糖冰咯 黑糖抓冰来了 冲绳的黑糖 我们一支,我们一支 对,一起吃 那个里面说飘 不介意呢 浓的黑糖 刚才那个人有没有喝多 我们底下应该把它揪到底下去才最好 黑糖抓冰 黑糖抓冰 它的黑糖味很浓很香 然后有加黄豆粉 所以吃起来跟台湾的味道不太一样 来这边还是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 你看哦 哇,底下还有料哦 很大颗的红豆 还是大豆我也搞不清楚 可是就很大颗 你看哦 这上面都是黑糖的口味 有黑糖的香味 它底下是有红豆 还有汤圆你看 所以上下两层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哦 哇,一个大汤圆耶 哇塞 好粗的汤圆哦 逛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决定到国际通大采购 要装到 好粗的啊 很粗的啊 不算你弄一样 你不敢放出来 我不是加粗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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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开粗的啊 也都不加粗的啊 我也是超粗的啊 你也不弄一个一样 好粗的啊 你不能够加粗的啊 我不要再一個粗的啊 给我加粗的啊 你就是安粗的啊 今天是第一個選擇 好像不用錢的樣子 你看大家都買很多 而且排隊排很長 超誇張的 外面又開始下雨了 所以我們走裡面 接近中午了 人潮變多了 店家也都開了 又是藥妝店 立香又要進去比加 看一眼 接近中午了 第一木製公社市場的攤販 全都開了 很多攤都會說中文 所以不用怕 看他要買哪一個 說的 我想給你剩一個看看 好 爸爸娃 三千一百五三千塊 三千一百 爸爸娃娃 好 好 看他龍蝦都給你 都更好了 選完海鮮之後 接完帳 他會帶你上二樓 待客料理 二樓待客料理費每人五百元 你也可以在這裡 直接點餐 吃飯 他有沒有聽到 晚餐 還有一條魚 在客餐裡這邊 我們點了海葡萄鈣飯 還有一條魚 下面是黃蝦的 含蝦 海鮮羊 海鮮羊 沙蝦 海鮮羊 沙蝦 那給我問 你看 買你的偶蝦 耐蝦 這條魚炸的酥酥的,整條魚都可以吃 我們點的海鮮雞生魚片 東西很新鮮,很好吃喔 代客料理,每人500元 他可以幫你們做三樣菜的料理 綜合生魚片,他是不計算工資的 螃蟹的肉肥美,鮮甜 我們沒有點龍蝦,我們選了四隻大蝦,一人一隻 肉質很Q彈,吃得很過癮 第一目之公社市場,除了海鮮之外 還有很多乾貨、醃漬品 在這裡也會有很多半熟禮可以買喔 走出了市場,又回到國際通商 利用剩下的時間,再繼續逛街採購 現在攤商都已經營業了,跟早上比起來,熱鬧很多 經過幾番比價之後,覺得唐雞哥哥裡面賣的東西還滿便宜的 所以決定,再回來採購一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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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來規劃從國際通慢慢走 但是時間快到了 東西又買太多 所以叫了計程車直接往波商工 因為波商工離船靠岸的港口 只要幾分鐘的時間就到了 波商工是建築在懸崖邊的神社 它的旁邊有一個小海灘 你看他們提的東西會不會太多了 忘了告訴大家 我還背了一大袋 你可以在這裡住衣服 拍照 很美喔 哇 這美麗的沙灘 可惜時間不夠了 回到港口看到大家都大包小包的 我們這樣子的量 應該只能說剛好而已 很多人都是推行李箱去搬 半日沖繩油簡單的幫各位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喔 也請大家幫我訂閱跟分享 快來找我們啦